進來的話 首頁的部分呢就是先一個清單 然後底下一個頁頁 是一樣這個Netbar 然後進來從這邊點也可以 或從這邊點 那就是攝影名詞啦 這個當然 看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想要做多練習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變成List view 然後相機種類我們也把它做List view 所以有一個 兩個三個 這邊有個下一頁下一頁 Nest的話就下一個 下一個 然後這邊有個Home有沒有 這個我想前面做過的 你把它再加上去 然後再來就是相機種類 相片欣賞的話 總共會有拍這個效果 其實可以從這邊 因為它是1234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的話 改成1234好了 分別點進去 一樣 會有第一張 下一張 上一張這樣的效果 OK 所以 那底下當然 因為還是要加一個Netbar 會比較完整 OK 那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沒還沒做完 所以 其他的部分的話 一起回去可以先試試看 那如果 實在不行 我們下個禮拜再接著來看 然後 再來就下下禮拜是那個 期末考 下下禮拜的話 如果是只要繳到作業 我們 你就只要繳到Porto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 基本上下下禮拜 我們就不上課了 你也不用來 沒關係 就是最後記得要在期限內 把期末的App 繳交上來 那繳交的方式就是也是一樣 繳交兩個東西 一個是 ZIP的檔案 壓縮檔 一個是傳到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Fonecap網站上 把它轉換成一個 APK的檔案 大概兩個東西 可以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個 請各位 把這個 206這個 範例 我們今天做的先儲存起來 下個禮拜 我們就先從這個 就再從這個地方開始